作為一個新的媒體 我們很努力 因為我們希望帶多些選擇給我們廣大的觀眾 因為這是一個多媒體的世代 我們的知情權也越來越受到鞏固 一個星期一次的安期回合室 我們這次的嘉賓是有新聞王子之稱的鄧景輝先生 Kelvin 其實我們在另一集說到 你的背景各方面的事情 不如我們入正題 既然這麼多人喜歡看你的新聞 你是不是會走出來報新聞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很多人去留意 你說到不同的世代 不同的世代 有很多朋友在完成一個階段的時候 又有另一個階段的工作 另外一個階段的挑戰 去拓展自己不同範疇的領域 其實有其他朋友跟我提過 始終我覺得也要有人上位 不是那個是劉德華、梁朝偉 現在五虎像 現在五個虎仍然是老虎 就是不同的 娛樂事業和不同的事業可能有些不同 我們覺得 如果是不同的同事 他們在不同的崗位 能夠上位的 能夠做得出色的 儘管也要支持他們做這件事 很不同 我們不可以霸佔位置 不是這樣說 如果你剛才說到娛樂事業和新聞工作是不同 當然因為我之前做過這麼多媒體 後來我也在美國一段時間 真的感覺到你做娛樂事業和新聞的不同 當時我們有一個時期 做新聞方面 我們特別要著重那個衣飾 譬如我們是新聞部的同事 我們是不准穿衣服的 一定要穿衣服的 但如果你是節目部的 我就說自己 Let's go rock and roll 當然是很大的不同 還有 現在我不是在教節目的方式 所以剪短一點 是很大很大不同 但我一樣覺得 做娛樂 反而生命會短一點 你看60分鐘 Mike Wallace 做到80多歲 所以尤其是做新聞工作的話 是要一個經驗 但做娛樂 也要多一些新鮮感 在外國 你也一定有留意過 白宮記者會 大家有留意的時候 有很多很資深的記者朋友 在外國 我們叫做特派員 白宮特派員 或者是五角大廈 即是國防部特派員 或者我們在內地的時候 我們在說 北京駐北京特派員 或者駐上海特派員 是一個專稱 特派員 是一個專稱 特派員 比轉 特派員 我怎麽說這件事 能夠做特派員 至少要十年 二十年的經驗 而很多 很資深 你看到 可能五十出頭 我們在外面 仍然在白宮 仍然在國防大廈 五角大廈 在採訪新聞 是一個享受 是一個生命 但是香港 香港這個城市 比較奇怪 很多 你好人事 很多 可能做完五年記者 就已經在採訪部 能夠做一些管理的位置 有不同的事情 我們比較少見到 譬如十年以上 或者十五年以上的朋友 還在外面 政府總部 打滾 或者是立法會打滾 是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眼光 為何我想提出這件事 我意思就是說 在西方 我覺得 在西方 甚至是台灣來講 我覺得 他們是非常之 他們對於新聞工作者 或者文化界的尊重 我覺得是比香港 或者某些城市 更優先 更升級 更進取 這件事 或者我們假意時日 或者 都要花時間 不要假意時日 如果我來說 是應該要做 要撥亂反正 Kalvin 應該要做 我想回應一下 有時候很心痛 香港這個地方 我這麼愛這片土地 它什麼都好 但有一件事 就不知為什麼 總是不會喜歡 去感受別人的好東西 總是否先瞄了 例如說 你剛才講的經驗問題 我講得直一點 例如說 先看娛樂界 我自己的娛樂界出身 你的根植妙行 你的新聞界 好了 差不多 他就瞄了人 這個紙不就是老餅 但其實那個人 只是出三張唱片 但在外國來說 譬如說 Andy Williams Patti Page OK 我搖擺天使 Mark Rolling Stones David Bowie 六十多歲 到Rocket Roll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是應該 真的要撥亂反正 是將心態 不要假意時日 立刻我們去想想 因為始終我們這麼愛 這片土地 我們不能夠 好像媽媽還說兒子 那樣 只是說那些好事 就不說那些壞事 譬如說 我們的價值觀 最擔心就是被人扭曲了 譬如剛才你提到 Andy Williams 各位非常尊重一位 一位 電腸級 長春樹的一級歌手 但是 換句話說 在香港 某些人出來 開演唱會的時候 可能會被形容為 老餅 這位阿餅又出來了 不是都說老餅 是一個不健康 也不應該是 推崇一個價值觀 例如這樣說 你說警輝會不會 留意電視工作 其實我們一向都有不同的工作 只不過現在就是 除了電視工作之外 有自己不同的認識 都是不同的崗位位置 去滲出去 這件事是有不同的挑戰 是的 我們都很希望 香港這裏的朋友 當然我們節目上網 在香港以外都會提到 但是我們真的很希望 大家去學一下 去尊重和珍惜 台詞幕後朋友的經驗 因為有些時候 我還記得我做DJ 一進去直播室 是真是震的 做到今時今日 嘩 真是幾這麼 揮灑致雨 你是震的 其實我第一次 第一次真正出鏡 我剛才說過 我們第一次出鏡 我第一次出鏡 是現場的 由記者真正坐上主播台 經歷了記者的採訪 有機會坐上記者桌的時候 那時我第一次 是報導世界杯 世界杯的足球賽果 那時的電視直播 現在電視直播 你的講詞 或者廣告 是有同事幫你推動的 推上去或者是 而我那時三文時的工作 三文時的工作 就是用我的腳去踩 我的緊張度 第一不記得踩 要另外一個主播幫我踩 因為他比較資深一點 另外一件事 我記得 尤其未出鏡的時候 我的身體已經流汗了 某些已經流汗了 即緊張到 第一 甚至自己也不知道 要旁邊的同事去幫忙 其實你講出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就是很多事情 特別是電視工作 其實很多項目 看是較容易做的 以為 我們以為是 我們以為很多事情 這件事很容易去辦理 很容易處理 很容易安排 但其實電視這樣說 很多的工作 很多的螺絲位 都有不同的螺絲去組合成 很多時 譬如電視工作 或者很多工作都好 看又容易做 但其實我們會了解到 背後的心思 背後的安排 都是很多人的努力 很多人的能量 放在一起 才能夠成就這件事 剛剛開始了新年 就不久了 其實在新一年裏 或者未來裏 鄧景輝你最想做些甚麼 成就些甚麼新的一步 在你人生裏面呢 我想都是不同的 能夠將自己認識的東西 希望能夠 好像粒種子一樣 一邊播送出去 或者是希望能 希望散發自己的能量 無論是正能量 或者是負能量也好 負能量正能 每個人都可能有很多正能量 都可能有不同的能量 將自己認識的東西 能夠跟同學 不同的學生 不同的人去教授 都去講解出去 譬如我們提到 很多東西看容易做 你同不同意嗎 我們以為很容易去成就的東西 但不試過是不知道的 當然了 看當然是容易做 沒錯 能否坐著看 James Cameron那部電影 難道你真的叫我潛入去的心淵嗎 當然是看的容易 對 到你真是落手落腳的時候 真的去在崗位的時候 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認識很多朋友 例如說 這個議員說的議題 說話都未流離清楚 或者說的議題都不到點 這個政府官員 去解釋的政策 解釋得不清楚 解釋得不對 我們做星斗市民 可以隨時去發聲 去批評一件事 批評容易 但是真正 假如我們安排市民 去做議員的話 市民去政府官員的時候 他一定會知道自己困難的地方 但是有時 星斗市民 我們有一句廣東話 叫做 怎樣說呢 也未必真的坐過來吹水 但是 有時這些星斗市民 他們閒談 可能會撞到一些真的民意出來 對 我絕對喜歡聽 還有 我們知道有機會坐的士的時候 我絕對很想 最近那些油貴不貴 客源多不多 因為他們最熟悉的 市的情況 行程 還有他們 他們在工作時間 都會聽很多電台 不同傳媒的播放 他們都很更新的 無論音樂時事 他們都很更新的 剛才我提到的事情 就是說 譬如我們換句話說 現在我比較 花了多一點時間的時候 我純粹去留意 就是說 能夠幫不同的人 去認識多些傳媒的技巧 當然要 你剛才說到一些市民 去批評某些官員 或者是一些政客他們說話 我其實覺得 你這個訓練 這個行業 是大有可為 有些官員 你知道幾十萬人工 一月 我真的有時覺得 你說話都會聰明些 你無緣無故 我不開名 你不用怕 導演也不用怕 無緣無故說什麼車位人亡 你說是否難聽 這些說話 所以尤其是 譬如我們是DJ出生 你是一個新聞從業員出生 我們去面對鏡頭 面對麥克風的時候 都未必要一個政策的決策者 我們當然都會很小心 會想一下 聽的人的感受 帶來影響 你做到幾十萬一個月 然後你說得上級 我知道 說話的技巧是很重要 一言可以輕幫 亦一言可以喪幫 你現在是否在做訓練 說話這件事 譬如我們傳媒技巧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是要搓的 很多的輪角 靈角 很多的角 是可以磨滑淨一點的 譬如我們遇到不同的課程 可能有些企業的頭頭 政府官員也好 很多東西真的要讓他們試過 放咪咪去面前 讓他們自己看自己的時候 他們才會更加升級到其他層次 譬如說 譬如說 突然間有個鏡頭 問我很多困難的問題 我盡量回答的時候 然後播回警費道帶 我自己看回的時候 我才知道 原來自己 是有需要很多進步的空間 這些都是一個 你稱為Ambushing 一個歷練的課程 另外第二件事就是 另外課程可能會留意到 現在不是政府官員 每個人都要說團隊 問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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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自己一個聰明 其實不是太聰明 譬如安琪一個聰明 各個會贊安琪 但ANGEL能夠帶動到 其餘身邊兩個人 或者三個人 能夠整個團隊 政府團隊也好 企業團隊也好 給一個形象出來 這個團隊很實正 一、兩次支持團隊精神 我們嘗試說一件事 就是給他一個有趣的題目 給他一個真正的危機管理的學問 給他 好了 譬如說 譬如我們在說埃及 埃及 埃及的成果 問回梁安琪要怎樣處理 梁安琪 你是CEO 你是政府的CEO 你附近有兩個你的副手 埃及今天廣場有五百人聚集了 你一個小時後要見記者 麻煩你預備答題目 這就是一個鍛鍊 一個我們叫做 設身處地角色扮演的鍛鍊 因為 Angelo 你真的嘗試做一個政府的決策人 帶領著兩個副手 應付傳媒的尖酸提問 即很尖銳的提問的時候 是的 真正經歷那個角色扮演的時候 我覺得 對梁安琪也好 對鄧建輝也好 我想都會有一個自己靜下來思考 我真的要處理這樣的危機管理的時候 我會怎樣去管理 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 我們經常說角色扮演 我經常想 即將我自己放在對方的位置當中 譬如的時候 譬如這樣 譬如鄧建輝上次和其他兩個同事 一起見記者的時候 那個課室可能有十位同學 好了 我三個人在外面安排記者會 好了 麻煩另外七位同學 你們做記者 去發明這些尖銳的問題 即是說是Vice Versa 我有做記者 政府官員又可以扮演做記者 發明一些記者的問題 讓政府官員能夠由記者角度去想那件事 想回埃及廣場 五百人聚會那件事 究竟記者會發明什麼問題 我要怎樣去預備 我準備功夫夠不夠 這個角色的對調 我覺得我有幾次經驗來講 都是我覺得給同學 或者給個班 是真正能夠是 將我們放在對方身上 將我們角色扮演 扮演做記者 我覺得都有些趣味 你覺得怎樣 我想請教你 真是用請教這個 不要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近年 媒體的風氣來講 尤其在問題方面 不止我們做節目 我們進來做節目 每個主持不同 我第一個理念 就是要為觀眾的公眾利益 第二就是要尊重的教訓 但是現在 尤其是如果你說新聞 要採取真相 現在有時候過了 他們拿真相的時候 他們是不理人的感受 一過來就說些很不尊重人的說話 你會怎樣去行動你的班 要告訴別人 一下子插起來 是很難聽的 為什麼控制EQ 正正是一個情緒管理 或者情緒的學問 一下子插起來就說 你下台 你無能 他都不知道什麼事 就罵你 其實我覺得 尤其管理也好 傳媒技巧也好 一個EQ的鍛鍛鍊也好 其實就是鍛鍊那位的官員 或者那位企業掌握人 或者企業的華視人也好 其實是EQ的訓練 很重要 很重要 不過我嘗試 其實我有點偏心 我一會站回記者那邊 我會嘗試跟他們說 大家同學 大家企業的老闆 大家企業的負責人也好 我不會去怪問題有多尖酸刻薄 我只會問自己 我會怪自己準備功夫夠不夠 訓練就是說 我一定會安期 你做導師的話 你一定要出道警徽 無論對於什麼問題也好 什麼困難的問題也好 多尖酸刻薄也好 我都要保持某一定的風格 也不會失分的 我盡量安排到一個情緒管理的時候 其實我答ANGEL你的問題 是比較清楚的時候 我起碼不會失分 不要說交不交分 起碼不會失分 我只是說 我不會怪傳媒他們記者的問題 有多尖酸或多進取也好 我只會留意自己 準備功夫夠不夠 其實一個正常的企業去管理也好 其實在記者會之前 危機管理之前 精精製 我覺得是需要去鍛鍊 我會叫做drills 即是說是捉 很多的講師導師 就是有一個責任 去將很多最困難的問題 發個求出去 讓企業的負責人先應付 即是你在課程當中 遇到的困難有多難也好 好過你真正在正式的場合 那裡失分 當然 這些不同的鍛鍊 我覺得會有它的感覺 你剛才說到你是有些偏心 你會幫回記者方面 但我個人比較公道 兩邊我都不幫 但有時候記者 真的有些問題有多衰 如果你說你另外一方面 如果 就算是政府官員也好 大企業也好 如果你一味是笑 一味是這樣引讓你這個 會不會讓群眾覺得 你說是很沒有那個決策性 現在做企業也好 太軟弱了 做政府官員也好 太軟弱了 譬如說 下下不回答問題 或者說早晨 又或者 敷衍了事 又或者 又或者 轉眼會角也好 我想 就是說 其實你剛才提到非常好的議題 就是說 口才的應用 語言的訓練 情緒的管理 對答是否得體 我就說 一定不要讓自己失分 也盡量幫自己加分 這些 要是有鍛鍊在這裏 我覺得 大家未接受過鏡頭的訓練的時候 未真正處理記者會的時候 是疏忽了 某些官員是疏忽了 那件事 例如我們 回到第一個題目 每一件事都是看 容易做 你以為奧巴馬 是突然跑上白宮 他經歷過議員 即是他運行直選 去參選過直選 去做過州議員 即是國會議員 這些口才 去律師訓練 不是一朝一夕 如果你說說到那些層次 他們哪個時候 眼神看低看高 他完全是要計算的 正正就是這樣 正正就是 這個記者會 某些災難的情況 譬如說 譬如說 某些災難的情況 譬如菲律賓情況 人質事件的時候 好像菲律賓總統那樣 譬如說 很多危機 譬如災難性的時候 譬如我們 我們做新聞工作 都會有 因為災難性事件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 比較不會有鮮色的 靈胎 或是外套 我經常提到政府官員 就是大家準備 不同的靈胎 靈胎在自己的辦公室上 因為你隨時可能去醫院 探望一些危機 出現時候 所有的情況 又或者在一個災難的環境 一個交通以外的環境 這些事情 大家都是 剛才提到語言的技巧 衣著的應付 應對 我反而留意 一個事件的 我們要分析去評估 一個危機管理 如何去磨練自己 真正危機出來的時候 如何去應對 這些都是 我覺得是一個議題 很值得時間 放長時間內去瞭解 作為香港 一個國際性的金融大都會 我們有很多方面 要接觸人 其實我們看了今集 鄧敬輝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經驗 和見聞 簡單的說句 如果你要穿得得體 說話也得體 的確是一門學問 如果大家有需要 就要找一下鄧敬輝 大家可以放多多時間下去 應該要做 始終來說 很久之前有一個 就是許冠傑哥 叫做《先敬羅以後敬人》 在那個年代 可能人們會覺得 你穿什麼衣服 就去斷定你 在什麼等級 但是今天來講 人要注重溝通 這一方面 譬如危機管理 和情緒的控制 就算有些時候 你要還擊人 可不可以用一些比較 比較優雅的方式 其實我對於現在 議會裡面 經常這樣 一個瓶扔三次等等 這些情況 其實我是有些保留的 因為我都很希望 香港作為一個 以法治為基石的社會 大家可以優雅 去交換意見 以前有句話 其實我都覺得 在不同的傳媒工作 感覺到 處邊真的要不要害怕 應付到不同的 邊花邊環的時候 不會害怕 就算多害怕 都不可以被觀眾 或者記者 看到你是害怕 當然 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很希望 鄧景輝有更多的時間 和空間 和我們分享一下 他作為新聞主播 他作為一個 這麼有經驗的傳播人士 和我們分享多些 這一方面的話題 好了 還有分幾分鐘的時間 有什麼新年的祝福 或者你的優質生活的提示 跟我們的觀眾講一下 我覺得 其實講開生活 其實這一年 或者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都放了少少時間 在高爾夫球那裡 其實高爾夫球 都是一個 我覺得都是 我跟同學講 都是一個情緒管理 很慢 因為電影有說 其實打不打高球 Angelo 是我和球的關係 和我自己的手棍 或者技巧的關係 我不可以賴Angelo 阻擋我打球 不是 就算我打得多不好 我只是會怪自己 也不會怪球 因為球靜了 它不動了 但問題是我自己管理自己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 一個情緒管理的技巧 一個留意到的地方 供求我一樣 心境能夠清晰平靜的時候 可能會打得比較好一點 也不一定 譬如 有些準備功夫要求 當然 譬如說 你現在看見Woods 或者其他高手也好 打球 你以為真是這麼容易的事嗎 其實是一個 很多鍛鍊在這裡 其實做每件事一樣 做DJ一樣 做政府官員一樣 做很多企業詐欺人一樣 很多好多事情 都是一點一滴 要積累而成 或者大家留意一下 高求的技巧 或者可能都會 在當中吸收到不同的領會 都未定 好 我們優質生活 最重要是這點 千萬不要忘記運動 今集 我們再一次 多謝Calvin、鄧景輝 和我們安琦華社的嘉賓 有機會 我們真的要多些切磋 謝謝Calvi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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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